这个日本相扑到底是有多强 面对阿三之神师婆 他竟然直接冲了过去 你没有看错 这正是人类与神明之间的第五次大战 就在刚刚开档手杰克为人类阵营搬回了一局 大家还在为克勒斯的肖王悲痛时 这第五次大战便已经开始 站在场上 这个无比嚣张的相扑 他就是雷电 而阿三之神师婆面对雷电的突然攻击 大脑竟然瞬间当机了 他直接吃了一剂满脸花盘的香港嚼 而这炸裂的开场 也只有吕布那一场才出现过 而师婆眼看就要重摔在地 他竟然双手一撑 重新站了起来 而雷电这才看清楚 原来对方竟有四条手臂 作为一个神 当然不能丢份 站起来后的师婆竟然立刻装起了十三 可他话都没有说完 这雷电竟然又冲了上来 这还能不能行了 我就想好好耍个帅都不行吗 只见雷电抡出了自己的右臂 狠狠的砸在师婆的脸上 这十字般的打击感 竟让师婆跪在了地上 估计师婆此刻也是懵的一批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类 一句话没有直接劈头盖脸的 可这一切还没完 这雷电抱起了师婆的脑袋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是的 像铺牌铁锡你值得拥有 可就在这时 这师婆竟抱住了雷电的大腿 他摊开四条手臂想要拥抱雷电 雷电当然不从 可他竟然用双拳怼向雷电的胸 此刻在女武神的竞技场上 那画面别提多刺激了 这还没完 师婆竟将雷电举了起来 而在半空中 雷电直接宣传 跳跃 我比着眼 在落地之后 两个人也终于开始正视了对方 而两个人在第一次的交锋中 都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师婆知道 眼前这个人类人狠 话不多 看来绝对是一场硬仗 而雷电这一边 却非常清楚的知道 眼前这个神明 喜欢占自己的便宜 为了清白 必须尽早弄死他 就这样 人类与神明的第五次大战 就这样搞笑的 拉开了序幕 不是吧 雷电竟然将师婆的手 硬掰了下来 这到底是何等可怕的力量 就在刚刚 两个人的初次交锋后 都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可面对阿三神师婆 雷电根本就不想浪费时间 随着一声大吼 雷电决定释放自己隐藏的力量 只在一瞬间 他的肌肉竟暴涨了数倍 眼见这一幕 师婆无比的震惊 难道这就是倒国相扑 而此刻 他站在雷电的面前 如同小鸡仔一般 这便是雷电的超进外骨 继绿部之后 这个男人绝对称得上 是人类最强的身体 而他对阿三破坏神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千万别被我玩坏了 这是何等的嚣张与霸气 而身为神明的师婆 听后自然不爽 就在他准备 嘴炮一番的时候 这雷电竟爆发出极致的速度 冲向了他 只见雷电一拳狠狠地砸向敌人 而师婆躲闪不及 举起了自己的四条手臂 摆好了防御姿态 可下一秒却悲剧了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竟无法抗衡 眼前这个人类的力量 这到底还是凡人之躯吗 就在他还没站稳之时 雷电的拳头如炮弹一般 再一次如约而至 那漫天的飞拳 打的师婆真想赶紧回家 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随着两个人在竞技场上 摆出了让人娇羞的姿势 雷电竟使出了自己的超级必杀 举花一闻 可怜的师婆 原地360度打转 脑袋直接栽到了地上 而倒在地上的师婆 竟半天都没有站起来 难道他已经丧失战斗力了吗 当然不是 此刻的他根本就没脸站起来 作为阿三最强的破坏神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人类 揍成了这样 那绝对是丢神丢大了 而场下所有的人类看到了这一幕 也彻底沸腾了起来 虽然佐佐木和杰克都赢得了比赛 但是这一场绝对是最爽的 他这逆天的力量到底从何而来 而他的女武神又会是谁 这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好奇 这雷电到底经历了什么 而下一期我将带大家了解真正的雷电